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两天,应该算这几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天气 在台湾的南部就是白天出太阳,下午下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的湿 因为我把它放在会淋到雨的地方 它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湿 那这个其实要开始移进来 不然太湿会烂根,那根会烂掉 因为已经连续好长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 不是只有一两天 一两天还可以 那你看现在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出太阳,下午下雨 早上出太阳,下午下雨 如果是板直而言是非常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是盆直就不行,就会烂掉 那这一棵呢是之前有介绍过 这一棵是在之前好像在原子买的 炖花椒上那个路德 现在又来花了 那我觉得炖花椒路德比原本的路德好重很多 路德其实比较不耐病 那洞花看起来耐病性比较好 所以你看它被我丢在外面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是让我蛮觉得蛮生气 而且它还不是丢在外面一段时间 它已经丢在外面晒太阳,风吹日晒雨淋一段时间了 大概有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那基本上没什么事 但是这一次太湿了 你可以看到整个那个水草都已经是完全是吸满的水分 这个对它来讲太危险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类似这种雨季的感觉 其实板直会比较好 你看板直好 虽然下雨会泼不到雨 但是你看它干马上就干掉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那反而这种盆直呢 就是它太湿 它水分会一直积在里面 那刚开始可能几天的时间还好 但是问题是可能过个三五天 一个礼拜它就会烂掉 所以烂根 所以其实这个现在很麻烦 因为每天天气都是这样子 白天出太阳 下午下雨 晚上下雨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 它的水分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排不掉 又干不了 那这种材质呢 塑胶材质又是防水型的东西 那虽然它最近有开花了 因为我把它丢在那个外层的地方 光线充足 它又重新来花 那花也还蛮漂亮 你看紫色的 紫色的非常漂亮 非常有路德感 其实它没有炖花感 它非常有路德感 而且好重很多 相对于单纯的炖花 单纯的路德好重很多 路德有时候在天气比较热的状况下 会得病 因为它抗病性比较糟糕 而且它的抗热性也比较糟糕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 所以你在种植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种板子 像我可能就打算要把它板子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能它的根会死掉 它的根会死掉 很明显 因为看这个水草的湿度太高了 那之前我把丢在外层的时候 就是干的时间反而比较多 因为它那个角度 其实浇不太到水 偶尔浇 可能三五天 一个礼拜才浇到一次水 那相对而言 它光线反而是 那时候反而状况长的根部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行了 因为它下雨实在是下得太严重 那你可以看它其实它新叶也长得还不错 所以呢 整体我觉得抗病性相对而言 比之前好很多 那它新的叶子也比之前的来得厚 所以表示它光线是充足的 而且刚刚好可能跟它的原产地环境差不多 或者是它的设定的在栏源里头的光线差不多 所以长起来没有 反而叶子没有比较小 叶子还有变大 变大的趋势 变得非常非常大 好 但是现在就是麻烦 就是这种天气 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不然会烂掉 像我最近烂一只一颗 那个加德利亚兰烂掉 就是它根部从下面黑上来 那个就没有救了 因为很明显 那个是整个根部 从根部走迅进去 那因为下雨的关系 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那最近呢 比较懒得喷杀菌剂 最近都喷那个神针水系列 那也是有用啦 因为没有什么生病的状态 不过 基本上之前是 因为我之前夏天的时候 几乎每天喷 每天喷 所以效果感觉还OK 一直有维持住 就是疾病的状态没有非常的多 不过这几天下雨下成这样 我觉得还是要喷喷杀菌剂 会比较好一些些啦 因为雨真的是下太多了 就是每天几乎下午都在下雨 而且那种雨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小雨 是那种倾盆大雨型 非常的恐怖 然后下个好几个小时 有点像是那个雨林的季节 就会发现 那个下雨的感觉像雨林一样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的同样的状况呢 我建议你还是 把它移到 淋不到雨的地方 那比较散板 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你可以看后面的 同样的环境状况下 后面都是干的 基本上都完全 只要凌过雨过一阵 它就干掉了 那个这个就会相对一点 比较不会 因为如果你一直不干的话 就会有孢子啊 或细菌啊 或是真菌啊 就会长出来 像这个就很容易产生这个状况 所以尽量让它保持一个 比较干燥的环境 比较不会得病啦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